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觉得不值得的话 因为你投资了50万 你最多只能拿25万 这样你就可能要考虑集体诉讼 集体诉讼是一般人在一起去告 好 这是一点必须清楚啊 至于那些不是弱势团体的人员啊 就是受高深教育的 你们也不用怕 不等于你们就没有机会拿钱 但是你必须很清楚也是一样的 很清楚是列出你怎么被误导 你去投诉的时候会怎么被误导 但是你们可能会拉的比较长的时间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是受高深教育的 你必须决定你到底要不要接受最多25万元的赔偿 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 你到头来可能也要通过诉讼 法律诉讼才可以跑回公道 好不好 但是法律诉讼的话 你也可能输啦 不一定赢了啦 好不好 这个是一个风险 所以你们必须自己回去想 好好地思考这个问题 那金管局呢也采取了一些步骤 根据他们讲的 就是说有欺骗成分 什么是叫有欺骗成分 就是说他来卖你的时候 这个跟diposit diposit是一样的 那个是欺骗成分 有投诉的话 他们会 以个案的去调查 如果有人 真的是欺骗的 就是说 他明知道这个不是 他却讲 这个是跟 跟这些 定期图法一样的话 他们肯定会提告 如果是个人他就会 进监监狱啦 如果是一个大机构 整个大机构都是这样的话 最多也是赔钱啦 或是严重的话 就吊销他的执照 就是这样子 如果是金融公司里面的 控制 就是他们监管 他们金融公司有他们监管的 一个机制 出了问题的话 如果他们调查的时候 就发现 金融公司 他们的内部的那些 email 公文 都出了问题 你们所要的赔偿呢 会更高 如果金融公司有发现 有这种情况的话 你们所能得到的赔偿 会更高 但是这个可能要拖一段时间 金管局必须去认真地去调查 所有的金融公司 刚才曾经那先生就说了 刚才 他是提到 香港方面有一间金融公司 是说 他们有兴趣 买下这个利门的这个债券 不是买下债券 就是成为他的对焦 就是风险对焦的对象 什么叫风险对象 该我不是说了 你们买的那个雷曼的那个债券呢 根本上不是一个债券 你买的是一个成为保险人 就是你是卖保险的 你卖保险给这间公司 如果他的这六间银行有问题的话 你必须赔偿 了解吗 但是 在这个过程呢 你拿出2万元 或者5万元的时候 这5万元拿来做什么呢 去买债券 或者买金融产品 其他金融产品 那这这批金融产品呢 就会成为一个抵押 好 听清楚啊 是一个抵押 来做一个担保人 所以 理论上 如果你这个金融产品里面 没有 没有这个雷曼的债券的话 你的损失不是全部 不是零蛋 如果你买的是雷曼的债券的话 就完蛋了 所以是零蛋的 但是如果你 你的抵押品 就是你抵押的这一批金融产品呢 还有价值的话 你就会 就会去考虑 你到底要现在 提出来吗 好不好 可能 可能这一批债券里面的 所谓的担保 什么东西啊 都没有问题 这样 这样 倒计的时候 你真的是可以把 钱 因为在这种 这种 情况底下 你可能 冒这个风险啊 到底 这些债券有没有问题啊 好不好 但是 最 这一批抵押品 到底是 有什么抵押品在里面 如果你有这个资讯的话 你就可以去评估 到底这个 这些抵押的债券 到底有没有风险 好 所以不是说雷曼倒了 你就一分钱就没有 不是这 我也不是这回事 因为雷曼那只是一个 风险交替的对象 就是说你是他的担保人 他倒了 不等于是说你的回报率是零 因为你还有抵押品 你承受这个 这个风险就是说你的抵押品 到底还有没有价值 好不好 这个要弄清楚 当然 那六千银行 出生拜托啊 不要倒了 倒的话就很惨了 所以这个现在 不到目前为止是这个状况 所以 到目前为止是说香港那边 有一间公司说 我给雷曼倒了 我有兴趣买下 就是替雷曼 成为这个风险的对替 对替对手 所以说 你这个合约呢 你这个合约呢 跟雷曼没有关系了 现在你要担保的是 这一间公司的金融产品 reference entities 所以到你们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发展 因为至少这间公司没有倒嘛 对不对 但是你还是承受这个风险 就是担保的风险 所以你们必须认识这个东西 不是说有人来买了 我们这一切没有事了 不对 你还要承受这个担保 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 这一公司来买的话 他打的话 也是动枪 好 好 所以到目前为止就是这样 可以上网号网站看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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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